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 第三阶段的第一节课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讲的内容 在上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机器学习里面的基本概念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叫训练级 测试级 什么是特征学习 什么是特征值 什么是监督学习 非监督学习 分类和回归的方法 好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跟大家介绍 机器学习里面的不同的主要的算法 所以我们的流程大概是 每一节课呢 我们每一个视频 我们大概是30分钟 然后前一部分呢 就是第一个视频呢 我们会让某一个算法 介绍它的原理算法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在第二部分 也就是下一个30分钟呢 我们会结合具体的实例 以及在Python中如何来使用相关的库 以及自己来写代码进行一些预处理 来运用这样的算法 好 那么作为监督学习 也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算法 我们今天来开始给大家介绍 决策术 也叫decision tree 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算法是决策术 也叫decision tree 在讨论这个decision tree 也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一个算法 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 总体的来讲述一下 机器学习中分类的 和预测算法的评估有哪些标准 就我们之后要学很多很多的算法 我们来如何评定和比较不同算法之间的好坏和优劣呢 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标准 首先呢是准确率 也就是说这个算法给我们达到的 比如说分类 它达到的准确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其次呢就是说速度 就是说你这个算法准确率虽然可能高 但是它速度快不快呢 也就是说它的算法复杂度高不高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强壮性 什么叫强壮性呢 就是说一个算法 当我这个数据中有一些噪音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关键值 有一些值它是缺失的时候呢 这个算法能不能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这是一个强壮性的评估 还有呢就是可规模性 也就是说一个算法 我们不仅关心它在一个小规模的数据上表现 我们要想到当数据成指数级增长变非常大的数据时候 同样的算法它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它能否规模化 还有一个就是可解释性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算法 比如说做出一些特征值的选择和归类的时候 我们能否非常容易的解释这种归类和我们的这个直觉和观察是相符的 能否非常容易的解释我们学习出来的一个模型 好 以上这五方面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五方面 当我们来进行算法之间的比较和评估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些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带着这些问题 当我们介绍每一个算法的时候 我们思考一下针对这五方面这个算法到底表现的怎么样 好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决策数 决策数呢 这个英文的原名叫decision tree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这个判定数 但我们在这里就叫决策数吧 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翻译 所以决策数呢 是一个类似于流程图的数结构 这个数结构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内部节点 每一个内部节点表示一个属性上的测试 每一个分支 每一个分支 代表一个属性输出 而每一个树叶节点代表类或者类的分布 树的最顶层是根节点 好 那了解我们了解结合这个实例了 了解一下这个决策数的概念和结构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介绍 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我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关于小明是不是会享受水上运动这个例子 我们下面看一下 这个例子跟我们上次介绍的类似 它也是根据一些天气来决定 它当天是不是玩某一种体育运动 比如说 好 首先我们看到最上面这一层 我们把它理解为outlook 这个菱形 这是一个根节点 这个根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每一个内部节点表示一个属性上的测试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想象成它也有几种属性 比如说有一个属性叫outlook outlook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整个的天气怎么样 它有一个问号 也就是说我们要判定这个outlook 这个天气怎么样 那它的值有三种可能性 它的取值 这个outlook 也就是说它整个天气的情况 有三种取值 第一种呢 是sunny 也就是晴天 第二种呢 overcast 也就是说 它是介于晴天和雨天中间的一个阴天 第三个呢 rain 是雨天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 这个根节点 代表了它一个 属性上的测试 也就是说我们来询问 这个总体天气怎么样 然后呢 三个分支分别代表了 这个三个分支 对不对 三个分支分别代表了一个属性输出 也就是说 当这个总天气等于晴的时候 等于sunny的时候呢 它这个分支代表了这种情况 这种输出 当第二个分支 实用的时候 它代表了这个整体天气情况 这个outlook 是属于overcast 是属于这个阴天的情况 第三个分支代表了 当overlook 整天气等于这个雨天的情况 对吧 好 那这大概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 当这个overlook 已经是晴天的时候呢 我们又看到 有另外一个属性 是吧 在这个节点上 有个叫humidity 也就是湿度 那么湿度呢 在这里有两种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小于等于70 一个大于等于70 所以同学们注意到 这有一个区别 就是之前我们讨论到的这种决策数呢 或者说分类问题呢 我们往往这个属性值 我们之前谈到的 它是一个类别类的 也就是分离的 比如说分三类 那么这里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humidity 也就是湿度的话 这里既然说了大于小于70 那它是一个连续的变量 所以作为这个决策数呢 你每一次的分叉的时候 必须是一个 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种情况 所以在处理连续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要把它分离 也就是离散化 就是设一个预值 在这个预值 两边分开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小于等于70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大于70的时候怎么处理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后面还是要 还会反复提到这种情况 好 那么大家看到 刚才我还没有说到 就是说这个 只是说这个节点 它表示的属性判断 那它内部 这个方框内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play和don't play 大家可能猜到了 就是说有多少个实例 是属于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对吧 因为我们总体要判断的 那个类的标记是说 它是不是会玩这个运动 是play还是don't play 那么也就是说 总体来讲呢 这一共有14个实例 在我们样例的这个集合中 有14个实例 其中有9天呢 它是play 有5天是不play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outlook 天气总情况分离一下 分过来之后呢 当outlook等于这个overcast的时候呢 它总是在喜欢运动 是吧 总是play 我们看到4和0天是don't play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已经分好了 我们不需要再分离 因为我们已经属于 所有的例子都属于 同一个目标函数的标记 也就是说4天都是play 0天是don't play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当是雨天的时候呢 那有3天 它选择了play 2天选择了don't play 在雨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设定了 第2个 总体来算是第3个了 好 在这个分支上是第2个 第2个属性测试的条件 也就是说 是不是wendy 就这天是不是刮风 如果是刮风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分支代表的是刮风 是吧 那我们就不play 也就是说我们不玩这个运动 如果是false 也就是说不刮风的话 我们就play 就是3比0 是吧 大家看到 好 通过这个例子呢 希望大家对这个决策术的概念和结构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当然我们后面会详细给大家介绍 我们怎么来构建这个决策术和它其中的算法 好 所以呢 这个机器学习中分类方法中是一个重要算法 就是决策术 嗯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构造决策术的基本算法 也是本节课的一个核心 好 我们再先看再看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一组数据集吧 做一个小的小数据集 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如呢 我们有一个在线卖电脑的一个商店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收集了一些客户的信息 和他是否买了我们的电脑 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集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作为一些用户 他们的信息和以及他们是否买电脑了 这作为一个目标的标记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列表示他们的这个age 也就是年龄 年龄的话 我们这里是一个三类 有比较年轻的人 或者是老年人 或者是中年人 是吧 有三类 然后呢 第二个列 指的是income 也就是他的收入 收入呢 就是我们也分了三类 就是三个数 有三个属性值 是吧 一个是high 就是高收入 还有低收入 还有medium 中等收入 好 第三列呢 我们标记说 判断这个人 他是不是学生身份 是吧 所以就是两种情况 是或者否 有两个值 对于学生来讲 对于是否是学生身份 这个属性来讲的话 有两个值 第四个呢 是credit rating 也就是说 这个信用的记录怎么样 是吧 美国这个国家 他讲究这个信用记录 每个人有个积分 根据这个积分 你可以画成不同的档次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fair 就是普通 这个excellent 就是优秀 是吧 所以有这两种 这两种信用的这个评级 然后最后一栏呢 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要判断的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类别的标记的话 我们是想知道 这个人他是愿意去买电脑呢 还是不愿意去买 所以有两类 就是yes和no 对吧 好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数据集呢 我们假设我们建出来一个这个决策数 这个决策数的目的是干嘛呢 是帮助我们来分类 就是说有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构建好的这个决策数 可以判断来预测 他是否会买电脑 也就是一个分类器 我们可以理解成 或者是一个建好的模型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建好了一个 根据这个数据集 我们已经建好了这个决策数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算法 就具体我们怎么来构造这个决策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结果 就是说 好 有一个age 对不对 这个age呢 首先我们判断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先判断这个人的年龄 他分三等 三类是吧 就是老中轻 三种人 如果这个人是中年人呢 我们看到只有一个yes 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答这个数据集来看 就是说当他年龄是这个made age 中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总是买电脑 是吗 这个对应的是yes 第二个也是yes 后面两个中年 他对应的也是yes 所以说 当然如果是中年人的话 我们后面就不用根据其他属性在区分了 他一定会买电脑 根据我们这个已有的这个书籍来讲的话 好 那假设这个age是young 也就是青年人 如果是青年人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一定了 是吧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young 有的时候呢 他是no 是不买 有的时候呢 他又是yes 比如说第九栏这个yes 他是买 所以呢 我们要进一步判断 利用第二个属性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学生身份来判断 如果是学生 那就是yes 就是买 如果不是学生的话 那就不买 我们看一下 在数据集里面 如果这个是young 他又不是学生的话 我们看到 这是不买 是吧 然后young 如果他是学生的话 是买 是吧 好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左分支的一个判断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这个age 是senior 也就是说是老年人的话 那么 我们也看到 他的分类是混合起来的 有买和不买 那么 我们进一步 要根据他的credit rating 也就是说 他的信用的分级来判断 那信用这方面 一共有两个指 一个是fair 就是普通 一个是excellent 就是杰出 那么信用值是fair的时候呢 我们最后给出来的 这个目标 标记是不买 如果我们的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credit rating 它是这个excellent 优秀的话呢 我们是买 是吧 是这样一个结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创建这个决策数 好 在了解这个创建决策数之前 我们首先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叫做 商 也叫信息商 这个字比较特别 或是旁一个商潮的商 这个英文呢叫entropy 是翻译过来的一个词 什么叫商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在我们后面 如何见到决策数 以至整个的这个信息论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商简单说就是说 我们这样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信息是非常抽象的 是吧 信息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这如何来读量信息呢 信息的多少呢 在1948年呢 香农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叫信息商 entropy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景啊 就是说一条信息的信息量大小 和它的不确定性有直接关系 对吧 假如说我们要搞清一件 非常非常不确定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对一件事 是有所知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大量信息 也就是可以推出说 信息量的度量 就等于说不确定性的多少 我们越不确定一件事 的话我们需要的信息量越大 对不对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 假设呢 现在世界杯 刚好理解是吧 假如下届世界杯要快开始了 我们现在假如让你猜 说 你猜在世界杯开始之前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杯有32支球队 是吧 就是你猜 这个世界杯冠军是哪个队 假如说你对 这些队的实力 没有任何的知晓 那么你需要猜多少次呢 假如说你每次猜只能 我只能给你提供是或否的答案 你可以提是或否的问题 怎么猜最快呢 假设每个球队 独冠几率是相等的话 那你可能会想 我们有简单的方法 可以这样 把所有球队 按1到32编一个号 然后我第一次问你 这个冠军 是不是在 1到16 你说是 那我就缩小了一半的搜索空间 是吧 我就知道 我把32个队淘汰到16个队了 然后我就说 那是不是在 9到16之间 得到答案是否 那我就知道 它是在1到8之间 然后我再问 它是不是在1到4之间 大家看到这种方法 是吧 其实是一个 Binary Search 一个二分法 来 那这样的话 最多猜几次呢 也就是说 对32取 以底数为2取对数 也就是说 2的六次方 等于32 是吧 就是说我猜 最多猜五次 就猜出来了 那么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 信息商 就相同提出这个概念 就是这么来计算的 就是说 它用比特 bit 来衡量信息的多少 我们知道 比特一个bit 它是0或1 是吧 所以呢 就说 假如我们要猜 世界杯冠军是谁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就是说 这个P P1代表 第一个队 它夺冠的概率 乘以一个log 对数 以二为底 对P1 这个对数的值 加上第二个队 它夺冠概率 乘以log 它的概率 是吧 我们看到 就是全部加起来 加和 把32个队 这个32个成绩 加起来 那么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 每一个队 它夺冠的概率 是相等的话呢 那么这样一个和 加起来的话 刚好就等于6 大家可以判断 可以自己去验算一下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其实世界杯比赛的 当然说 每个队夺冠的几率 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巴西啊 德国啊 什么这些强队 意大利可能 夺冠几率高一些 那么如果说是 像韩国呀 什么日本之类的 可能夺冠几率就低一些 是吧 什么非洲球队 好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其实要猜的话 我们需要的 这个比特的衡量信息多少呢 比这个要更少一些 因为我们可能 不需要猜6次 我们可能猜4到5次 就可以猜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就数学功底的同学 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取值的时候 当所有P都等于32分之1的时候 它刚好等于6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每个队夺冠的概率不等的话 它其实总是比这个6要少一些了 所以呢 这就引出了我们说的这个公式 就是说怎么来计算这个 怎么来计算这个信息商呢 就hx 也就是说 每一个可发生情况的概率 乘以一个以二为底 它这个概率的对数 然后把所有情况 针对所有情况 把这些成绩加起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信息商的定义 它总体表达的意思 也就是说 变量的不确定性越大 这个商就越大 好 在了解完这个商的定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决策数归纳算法中的几个代表 首先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算法叫 决策数归纳算法中的ID3 那这个ID3呢 是一个著名的决策数的归纳算法 它是在19世纪 这个70到8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初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学者 叫做Ross Criman 他提出的这个算法 叫ID3算法 那这个ID3算法是来怎么来工作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例子啊 我们对于这个数建造的过程中 要选择不同的节点 那我们来怎么来判断这个属性节点呢 也就是说 我们凭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吧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 年龄 A值 放在这个根节点呢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学生放在根节点呢 对不对 所以怎么选择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构建这个决策数的时候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结合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所以 选择属性判断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衡量度量标准 其中有一种标准叫做信息获取量 英文叫information gain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其中有一个属性叫A 那么它的信息获取量是根据一个没有它的时候 原始的这个信息量和加上它之后的这个信息量 在这X来决定 好 这儿 有个小的错误 应该是没有它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数据数据集 比如说它叫D 没有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息量 然后加上它按A来分之后 我们又有一个信息量 以商来作为衡量 这两个商之间的一个差值就证明 在我们用A作为一个分开不同的类别的时候 我们获取了多少额外的信息 是吧 我们确定度变大了一点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获取量 结合这个实例怎么来计算 好 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假设我们先要算一下这个 没有A 我们现在假设A是这个 其中 比如说是年龄吧 我们假设没有年龄 就是不按任何这个属性来分的时候 本身的这个数据集按这个目标函数 就是按这个标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class label来分的话 它的信息度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信息商的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一共有多少个例子 一共有14个是吧 一共有14个人或者14个实例 那么有两种值 一种是yes 就是买电脑 另外一种是no 不买 那么这其中有多少个yes和no的 我们可以数一下 no的话有1 2 3 4 5 有5个no 那剩下的9个是yes 是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来套一下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公式啊 就是计算信息商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买电脑 一种是买电脑 买电脑的概率占多少呢 也可以用9除以总共的人数 是吧 那就说9除以14 这就是我们的pe是吧 然后呢 乘以log 二维底 9除以14 这个概率 对吧 前面是符号是负的啊 然后呢 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不买电脑 那不买电脑的概率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一共有14种情况 其中有5个人没有买电脑 那么我们说不买电脑的概率是 十四分之五 所以呢 十四分之五乘以log2 十四分之五 对吧 这是第二种情况 一共就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套这公式 也就是说 负的括号内 他们俩加起来 或者说展开写的话 就是负的前一部分减去后一部分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呢 是0.94比特 是吧 大家注意一下 所有的这个信息商 他的这个取值 根据他本身定义的话 他的取值范围都是在01之间的 好 那么 这是我们根据 没有任何的属性来分类 本身这个数据集 他的目标类 属性 他的这个信息值是0.94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以这个age啊 也就是以这个年龄来分的话呢 那怎么来算这个信息商 那我们看一下 年龄一共有几种 我们刚才说了 有三种 老中轻是吧 好 那假如说 我们说年龄是年轻人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分类是吧 年轻人 其实一共有几个年轻人呢 第一个 第二个 第八个第九个 这是四个是吧 第十一个五个 也就是说一共十一个人中 是年轻人的概率占 就是说一共十四个人 是吧 十四个年轻人的概率占十四分之五 所以说首先 首先 P1是吧 十四分之五 然后在这五个人里面 我们又看一下 它分成这个yes和no的概率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 我们先数一下 这个第一个对应的是no 第二个对应的是no 我们再看 第八个年轻人是no 是吧 然后第九个yes 第十 第九个是yes 然后第十一个是yes 所以一共有两个 有三个no 两个yes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套用刚才这个信息上的公式的时候 我们在五个人里面 是五个年轻人里面 有两个人买了 三个人不买 所以我们套用刚才的公式 来计算出来 它信息商 乘以本身属于年轻人的概率 也就是说 十四个人里面有五个年轻人 对吧 所以这是属于年轻人这一部分的信息商 那么同理呢 我们要加上 中年人和老年人对应的这个信息商 三部分对吧 三个成绩加合起来 好 加合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总的信息商是0.694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在没有年轻人的时候 在没有这个 抱歉 是在没有用年龄区分的时候 和用年龄区分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信息商分别是 没有的时候0.94 有的时候0.6 好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值 也就是0.94 减去这个0.694 得到这个0.246 就叫做 以年轻人为分类的这个information gain 也就是信息获取量 好 那我们同理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 针对这个income 针对收入 和针对这个是不是学生身份 和他的信用记录 他的信息获取量是多少 对吧 就是说 没有他们之前 这个0.94是不变的 通过他们三个分别可以算出来 有他们三个的时候信息获取量 然后用information这个总量 分别减去三个他们获得的 那就是说算出来 就是他们三个的信息获取量 分别是0.092 0.151 和0.048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一下 这四个属性里面 哪一个属性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信息获取量 我们看到是这个age 是吧 是这个年龄 它是0.246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它作为 我们的第一个区分的属性 作为第一个这个数的节点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 是吧 我们比较所有的属性的信息获取量 找最大的作为当前这个最先开始的节点 好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年龄 作为第一个节点 然后呢 我们所谓年龄的话 那年龄有三种情况了 老中青 所以我们就根据老中青 把原始的这个数据集分成了三种情况 是吧 把老年龄等于老年人的挑出来 作为右边这个表 把年龄作为中年人的挑出来 作为下面这个表 然后年龄作为年轻人的 是左边这个表 那我们现在再观察一下 里面的这个买不买 这个class label的情况 也就是说当年龄等于中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class都是yes 也就是所有人都买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建新的节点来分了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定的答案 它是yes 好 当年龄等于青年人的时候 我们看有买和不买 是吧 当年人有做老年人的事也有买和不买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就接着来构建我们的下一个节点 我们来继续来构建这个这个树 是吧 让它长得更更大 那么我们下一步 同学们可能想到 我们现在要选一个新的属性 来作为这个树的这个节点 是吧 跟它进行分支 那么我们已经选择了age 下面还剩几种属性 也就是它的收入income 是不是学生身份student 它的信用度credit rating 那在这三种属性中 我们怎么选择呢 这就是同样的方法了 也就是说 我们仍然计算这三种方法 带来的信息获取度 你说mation gain 哪个最大 我们就以它为新的节点 我们就重复刚才的步骤 大家看出来了 这边也一样 我们来算 在这三种情况下 哪一个属性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 信息获取度 然后把它创建为下一个节点 然后不断重复此过程 直到后面 我们全是这种 纯的就是只有一种目标类出现 或者是满足别的停止的条件 我们之后会介绍什么情况下停止 所以大家 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个算法 是吧 就是说我们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来采取哪一个属性 作为当前的这个节点 来不断的增长这个决策数 好 我们先总结一下 以这广泛的语言来总结一下 这个决策数的这个建造过程 也叫ID3这个算法 好 首先 数以代表训练样本的单个节点开始 是吧 这是第一步 如果样本都在同一个类 则该节点成为数页 用该类标号 是吧 那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假如这种情况不太常见 就开始就是样本 它全都是在同一个类 比如说都是买电脑 那么把这个节点直接变成数页 用该类标号就结束了 是吧 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否则呢 算法使用信息增益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信息获取度 基于的 对吧 这个基于这个信息商的度量 作为启发信息 选择能够最好的将样本 分类的步骤的属性 该属性成为该节点的测试 或者评判属性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比较了 四种属性 发现这个年龄是最好的可以区分 它的这个信息增益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当前的节点 好 所有的属性都是分类的 即离散值 所以这个连续属性必须要离散化 这个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例子里面 它都是这个离散型数据 所以当然是很容易处理 但是如果我们碰见了这个连续型数据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学生的这个 比如说这些人的年龄 它不是有一分三个类 它是以具体123456789来分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预值 比如说小于17岁的 是一类 然后17岁和35岁之间是一类 大于35是一类 是吧 所以我们这种 在做决策数的时候 必须要创建这个 间断的离散值 如果是连续值 把它离散化 根据设定的一个这个预值 好 我们接着看 下一步呢 就是说 对测试属性的每个已知的值 创建一个分支 并据此划分样本 是吧 就跟刚才我们所做的一样 我们通过年龄老中 我们先选定年龄作为第一个属性 然后通过老中轻 把这个表分拆成了三部分 是吧 算法使用同样的过程 递规的形成 每一个划分上的样本 判定数 一旦一个属性出现在一个节点上 就不 不宜在该节点的任何后代上考虑它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第一次选中了这个年龄 作为第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把它分成了三组 在底下我们 就不考虑年龄了 在剩下的这个 剩下的属性中 我们来用同样的方法来选择 哪一个属性 来作为下一个 创造的节点 好 我们刚才说 同学们肯定会好奇 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呢 以下就是这个停止条件 第一 就是给定的节点 所有样本属于同一类了 我们看到 就跟我们刚才 形容的这个 当年龄 假如说它属于一个中年的话 所有的类 是吧 都是yes 都是要买电脑 那这时候我们肯定停止了 就不需要再选这个属性来划分了 好 我们再看 还有别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停止 没有剩余属性可以用来进一步划分样本 也就是说所有属性都用完了 是吧 那这时候是用多数表决 所以就是说 它的哪个类别占大多数 我们就把它归于哪一类 好 下面 这涉及将给定的节点转化成数页 并用样本的多数类来标记它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属性来用的话 也许没有分完 但是我们只能用大多数 就是说 在某一个节点 它四个假如说是yes 一个是no 那我们就归为yes 我们不需要把它每一种情况都划分成这种纯的可能性 因为这也不是一种现实的考虑 就是说 有个情况下我们无法 我们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属性 无法把其中的一个书页归为所有的属性都是同一类 所以 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创建一个书页 与少数都不从多数的原则 好 基本上这个算法就是这样 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id3的一个经典算法 那么在这个角色书中 还有一些别的衍生出来的别的算法 比如说还有一个叫c4.5 也是这个昆联 他来创造的这个算法 还有一种后来 有几个统计学家 创造的算法叫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简称CART 是另外一种算法 这几种算法之间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它们都是贪心算法 都是大家看到这个创建这个数的过程 都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就是说 它们的属性选择的度量方法不同 这个是主要区别 就是说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id3的算法 它用的是这个信息增益 或者叫信息获取度 information gain 来选择哪个属性 对吧 那么其他方法其实也就是 重新定义了一种度量方法 比如说c4.5 它是选择了这个gain ratio 同学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 我们之前用的是information gain 只是换一种度量方法而已 还有一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CART 它用的是另外一种度量方法 就是在比较这个属性之间该选择谁谁的时候 它用一个衡量方法叫做gini index 好 这我们看到这些算法的不同主要是区别就是在 这个选择属性的度量方法不同上面 好 如何处理连续性变量属性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把它要把它变得离散化 然后呢 有一种情况在这个机器学习里面 叫做overfitting 什么意思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树 长得一直到叶子这个深度太大的话呢 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说在训练级上 它的表现非常好 但是你分的情况分的太细 太细化了 那么如果给一些新的数据 给一些测试级的话 它表现的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把它分的太细了 这时候呢 有两种基本方法 可以来避免这种overfitting 也就是说 第一 叫先减值 就是说我们分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不继续往下增长这个数了 可能根据一定的预值 比如说 它的这个 类 纯度达到一定纯度 百分之多少 我们就不继续往下 创建这个数了 这个叫先减值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叫后减值 也就是说 我们完完全全把这个数 建好 之后呢 根据一定的标准 比如说 这个类之间的纯度 那我们把 最底下的一部分叶子 给它减掉 这叫后减值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建造完数以后 还要进行数 这个减值 减值液方法 来避免这个overfitting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角色数的优点和缺点 角色数的优点 就是它直观 对吧 大家看到 我们一下就可以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便于理解 而且在小规模的数据上 它往往是非常有效 然后角色数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连续变量 处理往往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要把它离散化 那你这个离散的话 就要选择这个预值 这个预值的选择 对它的结果影响非常大 还有就是类别较多时 就是我们在这个分类 如果有很多很多类 这时候呢 错误增加的比较快 还有一方面 就是可规模性一般 在小的数据上 它工作的比较好 但是在数据非常大的时候呢 它这个算法复杂度增加的非常大 因为你要对于每一个属性都要去测试它的这个比如说information gain是多少 所以呢 对决策数 我们了解了一下它的缺点和优点 而且今天我们学习了决策数整体的内部的算法 以ID3为例子 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具体实例来怎么创建这个决策数 好 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将结合python中的酷和代码来给大家教具体来 在程序里面怎么来建立这个决策数 怎么来利用这个算法 不是守算 而是用这个program编程的方法 来怎么创建决策数和使用这个比如说ID3的这种算法 好 这节课就在这里